针对108年度列入机密预算案对美军购新建案 国防部表示 未来带美方公授讯息于安合局 DSCA网站公布后 就会全数改列为公开预算 本报报道 民国108年国防预算案曝光 新年度公开预算军事投资新增建案 公开部分总额度高达12091833.8万元 首年108年预算也达到123亿5410万元 但对美军购新建案 如瑞杰专办采购M1A2战车等 则全拿机密预算 与过去大相径庭 根据披露 过去马英九任总统时 高度重视全球政府国防连结指数所设军购流程监督透明度 因此要求军购预算需尽量透明 但现在蔡英文总统或国安高层并未作此要求 在国防部高层主导下 今年对美军购新建案全改列机密预算 针对媒体报道无视 国防连结评比 对美军购新建案全列机密 国防部今 9日表示 国防部预算编列 兼顾公开透明受全民监督与军级保密原则办理 经国防部机密预算审查会议审定 108年度机密预算编列 均以上述原则执行 国防部强调 向来重视国防连结评比成效 配合评比 争取佳计 然国防事务守众国防军事安全 有关军购案为政府对政府的军事合作行为 应以低调 并确保国防机密 国家安全方式进行 在未获美方公售前 五期装备规划内容列机密预算 采购作业 费则配合预算审议需要列公开预算 并四美方公售讯息于安和局网站公布后 即全数改列公开预算 特此说明 针对108年度列入机密预算案 对美军构新建案 国防部表示 未来并带美方公售讯息于安和局 DSCA网站公布后 就会全数改列为公开预算 图鲁军司令部 分享